Wall Street today turned back the clock to 2017 Another sell-off sent the Dow tumbling more than 600 points and with that stocks have now given up what was left of their gains for 2018 前後不到两星期 美国股市在当地时间10月24日 二度上演大崩盘 在半导体公司财报不佳 导致科技类股卖压涌现的情况下 SANDA指数开盘后全面失守 其中道成工业指数重挫608点 跌幅达2.41% 来到24583.28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84.53点 跌幅3.08% 来到2656.16点 以科技类股为主的NASDAQ指数 一路重挫329.14点 跌幅4.43% 来到7108.40点 是2011年8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落入修正领域 三大股市市值进一步蒸发 将2018年以来的丰厚获利 一口气全是回处 we always have to remember the stock market is not the economy but it has been a rough month for investors with all the major indexes down here's what's happening investors are worried that global growth is slowing down and that could eat into corporate profits 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美国与中国交易争论 我们不想知道接下来的步骤 这些是对国安保险的预计 预计要继续提升率 分析认为 引爆这波震荡的原因和上次的大屠杀 如出一撤 美股重创隔天雅谷跟着遭到狙击 分别传出大规模灾情 日经指数下跌3.3% 来到6个月以来的新低 澳洲股市出现一年来的新低 香港恒生股市下挫2.2% 南韩股市下滑3% 是2017年1月以来的新低 至于早已奄奄一席的路股 同样未能幸免于难 在经济成长疲弱 贸易战阴影的笼罩下 上证指数一片惨率下跌2.5% 雅谷顿入空头 整体市值蒸发累积5兆美元 反映出在多重利空的冲击下 投资人信心溃散 全球股市历经10月经一大起航 市场弥漫一片恐慌气氛 投资人内心躺血之鱼不仅之一 近来的卖压只是暂时性调整 或是美股涨势已到尽头 难道熊市就在眼前了吗 不论如何解读 但是不少评论提到 许多高科技股经过八年下来 早已热过头 普遍有估值过高的现象 如今被视为领先指标的半导体产业 上级业绩表现不如预期股价直落 加上发出市场需求放缓 本季前景展望不乐观的警告 加深了投资人对经济走下坡的疑虑 连带拖累包括Apple Intel Microsoft 和Fan等其他高科技股 跟着出现震荡 而这也显示了贸易战 负面效应已经逐渐浮现 冲击到产业景气的警讯 现在更多的经济温度 有很多的 analysts at the end of the cycle 这些是在我们的济迹 这些游戏 我认为我听到不过 不过 Texas Instruments 你看到MKS Instruments 你看到这些义者 北约签业 你将在不见着 这种看法 对于是贸易战 在股航者之间的 你将看法或 smart phones 或者车 或者其他贸易战 有点 不见着 你将看法 在书场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產品增加 你會看到一些市場的價格壓 他們在2019年提供預測 他們真的不會把投資人提供任何東西 不只投資人著急 美國統統川普更是比誰都焦慮 深怕聯準會壞事影響施政成績 他在接受華爾街市報專訪時 不滿的程度接近破表 這真的有一個折扣的折扣 從美國總統的折扣 目的意思是市場台大發 敘伍中 news 總統接受華爾街市場台大發 消息指出華爾街市別說 中共會議員會比較多低 說話只想要去市場台大發 這是他沒有 是市場川普總統接受過 為它在建議院會改變 會議員長 在市場ี่開總統振興 川普抱怨联准会于前总统欧巴马时代 一直维持零利率 让经济稳健成长 但一等到他上任后 就迫不及待加速升息 完全无视两人所处不同经济周期的现实